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 接口请求处理的详解 我们看一下本节内容 第一 加密解密库 简称就是加解密库 第二 接口请求方法 那为什么要使用的加解密库呢 因为为了安全起见的话 我们在数据的串流过程中 我们是需要加密的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呢 我们又需要解密 所以这里要使用一个加解密库 那么这个库呢 使用的就是CRPTO 在load.js官网网站上有这么一个 它的API的链接 回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看接口请求方法 第一个是Create Request 第二 Create Web API Request 那么Create Web API Request 是我们大量使用的 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编写接口过程中 几乎都会调用的 第三个是Random User Agent 就是随机的用户代理 好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加解密库的API 大家注意这都是load.js官方网站的一个API 如果大家不清楚 可以去上这网站去查 至于这个加解密库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查一下翻 你看它这里会有啊 Create 好 有很多内容 想掌握它如何使用的话 去查这个资料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内裤呢 都是从它在里面的代码copy过来 再修改一下 甚至直接使用它 OK 好 这里打开了我们的ID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UTE目的下 给大家复制了两个裤 其中这个CRYPTO 就是我们刚才所使用的 那个地址上所载载下来的代码 那么UTE就是关于些请求的 分别给大家讲一下 好 CRYPTO 我们这里只能大致描述一下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Create Security Key 如果大家用过证书方面的内容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 有一个K 还有一个叫CRT 两文件 这叫证书 就是有一个钥匙 还有一个证书 这样组成一个完整的这个力量结构的 相当于有什么 有钥匙有锁 有这个钥匙可以解这个锁 有这个钥匙可以锁这个锁 起这么个作用 那么CRYPTO.GS 就提供了一个 类似这样的方法 它可以产生这个K 我们可以看 它的K是这样 然后它这里面用了一个放循环 用了一些随机处 来去产生这个K 说明这个产生的K 每次都是随机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产生它的 比如说类似于CS2文件 那这个类的我们就是从它的官网那复制下来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CRYPTO 我们就可以做加减率的一些处理 好 我们首先看这个 然后我们紧接着看UT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CRYPTO 我们这里面用的 我们紧接着看它下面哪里用的 这里用的 也就是说在请求的参数里面 我们使用的CRYPTO做了一些处理 这样的话也使我们请求的数据进行加密了 好 简接着我们就看我们UT这个类 UTIT的GS 有一个random user agent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Morilla 5.0 它把Windows NT iPad iPhone Ladios都包含里面了 做到一个随机代理的处理 OK 简接着就是Create Web API Request 这个我们在接口层会大量使用 就第一个是host 请求地址 然后pass pass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海行榜 top playlist search 搜索之类的 还有messor messor就是方法 data就是我们传递的数据 cookie callback 就是你要有返回 如果有错的话 也有errorcallback 好 那么create Web API 就是贯穿于我们整个接口的定义的始终 大量使用它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UTIT.js 好 那我们这个方法一般都是通用的方法 我们无非就是把这个refer改成miric.163.com 大家注意啊 miric.163.com 就是网易官方的那个播放器的具体的地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header里面加了一些内容 zhcn zhtaiwan 就是繁体简体 collection keepalive content type 就是这个form表单的 refer就是到我们的地址host 就是miric.163.com cookie 就是agent 就是agent 就是我们使用的上面这个方法 啊 紧接着就是我们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参数哈 加密方式 好 代理使用哪个 好 那么由这个方法 我们在使用 接口掉的时候 我们就给这个方法传递这些参数 然后得到一些回调 还有一些错误的回调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去请求 网易云的API 比方说 那我们的歌曲从哪里来的 因为我们没有去见司机库啊 所以我们的歌曲 说白了 就是从网易的云屏天上来的 那么我们的歌曲名称 歌词都是从它上面来的 我们所搜索的内容也是从它搜索的 说白了 我们现在所写的这个server啊 就像了一个中转站的这种 对于前男人来说 他不知道这个歌曲到底从哪来的 他只知道啊 从我们server来的 那我们的server有可能从网易来的 也有可能从百度来的 当然我们这里用的是网易的云音乐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server 就相当于给前端做了一个隔离的一种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后端的结果如果以后发生变化了 那给前端提供的还可以是一致的 这么好处 它相当于一个代理一样 好 我们再看这个request 请求 好 这里有domain 叫muric.113.com 好这里面有个create request 好 它up信 那关于这部分的代码 大家可以在百度上去搜 关于网易云音乐API 就能找到相关的代码 那我们这里面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它这个核心部分就是这个create web API request这个请求怎么来的 大家要至少知道这几个参数怎么使用就可以了 因为后面我们要去调用它 使用它 那现在我们再去开发一个应用的时候 我们便不用知道每一个代码都去一点点自己写 那像这种代码比如说像百度 像腾讯 还有网易这种公司它所提供的这种云平台 我们只需要去会查文档啊 去调用它的接口 去把它整合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显然这部分呢都是 一般都是网易提供的 相关的GS的接口 我们把它抽出来作为咱们这个sever部分使用的 好 那么UT部分主要就是为了root里面 这个文件件里面的所有的接口层 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工具 大家知道它的关系 那么没有UT的话 root这部分呢一样可以用 但是要把它抽出来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有几十个接口的话 那你每一个里面都去写一个这个create web API 是不是产生大量容易的代码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create web API 开始这个方法给抽取出来的目的就是 使得我们的代码更简洁 就是减少它的荣誉 起这么个作用 所以说这个UTs 这个解释是为了编习我们的接口做准备的 好 好 关于接口请求处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dag 谢谢大家